苏一鸣夺冠了 就在元宵节当天 也就是他18岁生日的前三天 苏一鸣以总分182.5分 夺得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冠军 给自己送上了一份世界级的成人礼 他完成的1980度转体 并且是平轴转体难度 不仅是国内 也是世界第一人 他拿到的这枚金牌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上 获得的第六枚金牌 第十二枚奖牌 正是这枚金牌 创造了我国参加冬奥会以来的 历史最佳战绩 苏一鸣为我们国家的冰雪运动 称得上是锦上天花 而作为一名山西队的运动员 苏一鸣为山西实现了冬奥会金牌0的突破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们山西为苏一鸣这枚金牌做了些什么呢 山西省冰雪运动中心主任黄海红 早在几年前就慧眼识珠 从民间而不是专业学校 过格邀请了苏一鸣 参与筹备二清会的赛事 然而二清会后 专门为苏一鸣打造的备战冬奥训练计划 受疫情影响异常艰难 山西省冰雪运动中心 还为苏一鸣配备了非常全能 且专业的康复师白杨 只为全力保障苏一鸣的奥运备战 就这样 山西与苏一鸣牵手一步一个脚印 最终实现山西体育冬奥会 奖牌金牌0的突破 苏一鸣效应将带动更多的青少年 走上冰雪 从而促进冰雪运动 在山西的发展 为国家 为世界 培养更多冰雪运动人才 有继续 Whose Demi 尽快 oh my god it's just incredible like it's actually my first workout called mellows but well i'm so high where can i explain my fiel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